几十位路人联手拽回落水男你们奔跑的样子真帅 根据四川观察的报道 近日成都一男子不慎落入双流江安河 瞬间被急流卷走 岸上几十名路人看见以后 沿河狂追营救的视频冲上热搜 视频中几十位路人瞬间变身超人联盟 有人不知道从哪里找来了一根树枝 快速伸进河里 但是由于水流很快 落水男子没有抓住 随着河水滚滚而下 大家一边沿着河边跟着 一边寻找可以用来施救的工具 幸运的是落水男子刚好在墙边停了下来 几个人赶紧把手中的树枝再次伸给他 但是他抓了一会儿发现上不去 或许是树枝撑不起一个人的重量 所以这一次救援行动失败了 还有十几个大人试着拿脚伸下去 但是由于距离不够 也无法让落水男子抓住 情况紧急就在这个时候 有个人突然出现在大家面前 我这里有一条狗绳子快扔下去 放下去以后 落水男子很快把绳子绑在手上 按上众人齐心协力 一二三 然后同时用力一拉 终于把男子提了上来 整个实救过程不超过十来分钟 咱们就说这场救援战太然了 这一刻重字都变得具象起来 成都你真是一座充满爱和力量的城市 我们为这些路人英雄疯狂点赞